现在我们去做一个产品列表 这个列表可以放在小程序的首页上面去显示 可以打开pagesindex的index.wxml 先暂时把我们之前在首页上面添加的这个幻灯片给它注视掉 打开首页的注逻辑 先准备一下产品列表需要的数据 我已经在小程序启动以后 把应用需要的所有的数据都准备好了 放在了小程序的这个global data里面 在首页的数据里面 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entities 先让它等于no 这个entities表示的就是一些内容 然后在unload的这个方法里面 用了这个set data去设置了一些数据 这里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entities 对应的值就是appglobal data里面的vehicles 一般你可以在页面的unload的这个方法里面 去对应用的后端服务去请求一些数据 得到数据以后你可以去用一下这个set data去设置一下 那么这样页面就会去显示 我们请求回来的一些数据了 每次请求回新的数据以后 你都可以去使用页面的这个set data 这个方法去设置一下 这样页面会重新的被渲染 显示更新之后的数据 我可以再去看一下产品列表的这个数据的形状 在assets下面打开这个db.json vehicles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显示的一组产品 它表示的就是汽车 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ID 每一个内容的这个ID属性的值呢 都是不一样的 header是内容的标题 subheader是子标题 description是描述 image是一个产品图片的地址 meta里面呢还有一些内容 这个price是产品的价格 carbon dioxide 表示汽车每公里排放的二氧化碳的刻数 fuel指的就是百公里的耗油量 exterior design是一组数据 我们会在产品的详情页面上用到 它里面的东西呢就是汽车的一些外部的设计 最后呢还有一个interior design 它指的是汽车的一些内饰的设计 这里面每一个项目呢都有自己的header 标题 description 描述 还有一个image 图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